3月12日,泰国国际家具展在曼谷蒙吞塔尼会展中心开幕,云集了多个国家的新潮家具,一起去看看。 泰国国际家具展至今已经成功举办了14届,在亚洲具有较高的知名度。 本届家具展吸引了来自美国、加拿大、中国、日本、印度、马来西亚等多个国家的200多家参展商, 展出产品范围包含成品家具、室内家具配件等,展馆规模高达3万平方米。 据悉,本届家具展将持续到16日,其中12日至14日为贸易谈判日,15日至16日为公共销售日。 开幕当天,泰国商业部部长苏纳·拉塔巴纳以及泰国国际贸易促进厅厅长南塔丸应邀出席了开幕时。 东盟卫视MGTV记者何交方、江凯、泰国曼谷报道。